看见首约,我急跑直接换成了薛英,马可怕首约,直接和他换线,敢拿首约,那我就奖励你一把薛英关羽,四级之前的首约,你们看看他的嘴脸,他此时的内心非常的舒服,态度极其嚣张,而我只能在场下清兵,到了四级,在兵线还没有过来之前,提前进入上方的草丛蹲,看首约的位置,再靠近一点,出去大招接薛英,然后一技能P,就这么简单,他黑屏了,准备等大招和薛英, 但是你看这一波,他过来的时候,给了我机会,一刀进他,再看防御塔的伤害,一下两下黑屏了,所以省得大招和薛英,这一波来中度支援,看场位置,大招接薛英,看他头上的控制,当他能动的时候,你再来看他的位置,所以他直接绝望黑屏了,首先换线,没想到我也跟着换线,二技能跳,一技能消耗,准备凭A收割,他闪现,先托尼技能范围,然后注意,他在瞄,那么瞄准一刀, 直接黑屏,看上路,准备过去支援,赶到一半,发现红野区,然后准备回头的时候,看见手约,看见我的一瞬间,他居然不跑,还敢打我,一技能之后,接薛英,再抵,第二技能,等他大招,大招之后,二技能追上,你看,他黑屏了,给你们看一下,抵我队友的差距,看兵线的位置,一技能P之后,往前走,准备清兵,发现手约,没技能,切不了,当我撤退的时候,发现小地图,你看,他的头像闪了一下, 拉开之后,他大招用了,没有大招,那就有机会收割,再看他的走向,他进场,我过来了,二技能跳,接一技能之后,平A,再平A,你看,他黑屏了,你们仔细看小地图,我家三个输出的战绩,我是真的绝望了,看韩信的位置,加都快没了,他还在中路,差一点,游戏就结束了,看见首约的瞄点了吗,从左边绕过去,当我到中路的时候,他直接用了大招, 那么,我很果断的直接二技能跳,接大招,接轩音,再平一刀,所以,他又黑屏了,赶到龙坑位置,发现龙坑血量,一刀,直接把龙抢掉,龙黑屏,直接撤退,脱离战场,你们看,我家打野的操作,然后,他黑屏了,当对面有你视野的时候,他就会小心,夺你的技能,看守约,我二技能跳之后,他大招,靠近,顶的时候,他闪现,没保命技能了,顶,接轩音,再顶,如果他没我视野,突然出去,抓他还需要那么费力吗, 看小低拖,再看暴军位置,有点意识,手指到对面在打龙,看东皇,再看守约,东皇大招用了,那么二技能跳,开大,然后,定,接轩音,再一技能,所以守约,又黑屏了,看嫦娥和云音位置,中路有兵线,三打一,正常情况下,你说,能不能一波,眼睛亮了,嫦娥的位置,我知道了,一技能消耗,然后,你看,因为一个红,寒性被打残血,而我在这里,拖住了嫦娥,但是,你再来看我的队友, 两个满血,三打一,打不过,还被反杀了一个,马可掉点,对面压过来,直接守家,找一个,秒对面C位的位置,注意看守约的位置,随时注意,对面的技能状况,看东皇,不能用了,机会来了,看守约的位置, 二技能跳空,击退,接着薛音控制两人,一刀,他黑屏了,再来看这一波,东皇系人,结束之后,批一刀,绕开,躲开对面的技能,再回头,云音技能用掉,看云音的选量,一刀,他黑屏了,常常连蓝都没有了,再追上一刀,他又黑屏了,看上路兵线,和对面复活时间,可以一波了,但是这个队友叫去打龙, 我给他们说,一波一波,就是没有人听,两个等复活的叫开龙,两个在的不听我的话,能一波,你还开个龙干什么,你再看东皇,这次学乖了,直接卡我的位置,他队友拉扯,等待我们失误,然后东皇,直接卡死我,让我没有办法去切C,你看看这个东皇,他的嘴脸,直接把我卡死,然后你再来看韩信,他上去切了,然后我准备上的时候,没错,我被东皇吸了,我有复活甲,东皇没状态,但是没有人打,换名刀,撤退, 名刀被打出来之后,换装备,然后换血魔,等我把装备卖完之后,我发现我家三个输出全没了,看对面评分,你再来看我的评分,马可加韩信,评分都没我高